太徑五行功是否更加強烈呢? 我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也是別人所說的 我不能代表他們 不過我可以說 我們這個太徑五行功 它是度家的內養功 即是足機的發援 氣的基礎要達成 我們就會沒有病 即是可以將身體內的氣機 氣和血的儲備是豐盈了 我們身體內的平衡能力提升了 我們自然的免疫力、治癒力、再生力 就會跟一般人 不懂得太徑五行功的 是較為有優勢的 因為我們很多城市人 是不知道 根據《皇帝內經》裡面說 我們身體去到四十歲的時候 我們的陽氣 只剩下一半 我們有懶惰的陰氣 就已經取代了我們的陽氣 所以很多人 平時是不會生病的 四十歲之後 就逐步顯露出來 即是說我們哪裡痛、哪裡痛 或者是很容易有 有內分泌系統的問題 還有各種各樣的慢性病 慢慢可以浮現出來 隨著我們的生活的模式 其實以前我們的祖先不會這麼複雜的生活 現在的人是除了生存 在我們的祖先那個年代 為了生存而活 活下來已經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現在 看回我們上一代 他們為了生計 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以前用體力勞動是多的 現在的人體力勞動是少的 反而少動 沒錯 陽氣又減少了 四十打後 只剩下一半 越來越明顯就是更營期了 男人都有更營期的 男人去到五十六至六十四 即是八的倍數 女的就是四十九至六 隨時都會發生 如果保養得好一點 那更營期就會延長一點 才會出現 才開始 我們可以想像到 現在我們的人的生活 是這麼節奏快 原來現在的婦女的更營期 就提早到 我們有些學生 去到四十歲就已經更營期了 有些男士也提早了 我們看到他們一行為習慣 已經知道 原來他們也有很多 說不出的健康問題 今年期很早開始 即是很早已經開始 或是提早 好像剛才的婉長你這樣說 四十歲的女士 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都是生不到寶寶而已 她也不生了 那就沒事了 其實對健康的意義是什麼 健康的意義就是 我們的神器不足 西伊就說荷爾蒙 是的 我們中國人說天攜以盡 即是我們的驚奇不會再來 可以想像到 我們的內分泌系統一定是失調 引起很容易 最多人的問題 就是心臟問題 脾氣的問題 即是很煩躁 各樣 就說那些無寒的情況 有些虛寒 發冷發熱 很容易 就是晚上睡不到覺 之類 這麼久 在說什麼 男士 差不多 但是 多了一些奇怪的現象 可能是 小便很頻繁 或者是前列腺 有問題 小便是很緊張 這些情況 都是經常看得到的 有些人平时不重视,他们以为这些慢性病,每个人都有 我要提一位学员,他最近三月份来学习 他今年66岁 原来他说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有糖尿病,来得很早 很年轻 他的糖尿病是控制的范围 或者应该说初初吃着药是能控制到的 但他说吃着药有什么问题 我控制得到,控制住他 但他说他不像一个男人 他很容易疲倦,没有精力,人生乐趣也没有 当然他太太也有投诉 是否有些药物的影响? 应该是 因为他的外母是西医 他说 他说 外母开给他的药 原来他的外母现在是102岁 他的外母说 这些药都是给病人吃的 他认为他吃得这么辛苦 他认为他吃得这么辛苦 他认为外母也是这么说 你用其他方法去看中医 看其他治疗 用其他方法去调理身体 饮食的问题 你都可以帮到自己 但四十多岁的时候 他不会很重致 因为自己青春无敌 还年轻 需要害怕 没有害怕 结果是怎样呢? 药就没有吃了 但他也吃了很久 你现在说他今年3月才开始练功 认识你 但他吃了很长的时间 他四十多岁的时候 已经没有吃了? 已经没有吃了 因为吃了一年 就觉得又不妥了 不像个男人那样 所以他又很不满意 这种生活方式 由太太投诉 但不吃又没事 不吃就很精神 反而很精神 他轻轻看轻了这个糖尿病 结果他又用了很多饮食的方法 自己戒一下这种 吃少一点那种 其实跟尿病很多时候 跟神气不足有关系 跟胰岛素分泌也有关系 胰岛素分泌 原来是腎上腺素不够 射上胰狀 分泌不足够 原来他是暴饮暴食 如果他经常气不够 就会有倾向找多些食物 其实是恶性循环 我们有些细胞 就真的不懂得打开 去吸收食物的话 我们身体内的血糖就会越来越高 最高的时候是多少呢 直至到去年年尾的时候出事 他年尾的时候出什么事 糖尿特高 因为血压高至要入医院 血压又高 糖尿又高 是的 所以他人很不精神 就入医院了 入医院了 医生测试他的血糖的问题 就是胸腹时是18 胸腹时也18 好可怕 是的 饱肚后是28、9 哇 没听过这么高 是的 所以他自己因为这么久都没有处理 没有处理他 没有处理他 又有步一步食 又不吃药 又没有找其他方法 唯有面对 他的血压高至220入院 撿回一条命也真是幸运 是的 他真是幸运 那些方便西医有功劳 所以他在医院的时间 留院观察 不停和他验 又验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但验不到一件事 就是 验血 验血? 华代他吃很多东西 是的 那结果呢 即是不吸收 是不是 其实有一件事 就是 他既然5天都查不到什么 他因为每晚都睡不着 在医院里睡不着 他就申请出院 出院之后 医生就叫他回去 不如 又查不到你为何他验血 不如抽骨髓 结果呢 就发现他是骨髓癌 而且骨髓癌 是末期的末期 因为看到报告 原来 他说骨髓 里面做血的系统 他说如果少了10% 就已经是很末期的了 那他一验的时候 就已经是22% 那医生就劝他做治疗 是 那他就 思前上后 就想想想 那有朋友介绍他来 那他来到呢 就问他的情况 应该怎么做 那原来呢 他都相当相信这位朋友的 那他就 听到医生说 他做这个治疗 就是说 就算他做化疗 其实他活多的时间 他说 不会多数个月 嗯 即是说 如果很乐观的 有年龄的命 嗯 如果什么都不做 他说应该是 不够一年 就会再见 嗯 嗯 那他来到 不是差很远 就是做和不做 是的 多一点 多一点 他就觉得 如果要 反正都 是的 要去 接受治疗的话 他没有了生命里面的 生活质素 嗯 所以他就觉得 既然是这样 我不如 试下年功 是 那他全程投入年 嗯 日以计夜的了 这些 这些 他都不用夜晚 他都日投年 在我们中心 密集式的了 密集式年 就像上班 将上班变成练功 也是练功 都是练功 但是作用就不同了 是啊 作用不同 他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练了一个半月 他的糖尿 他因为要去医院 他不想让医生饿他 他觉得 我的血糖是否正常 或者会不会有进步呢 在家里有机器 他就试一下 试了 原来他一试是5.5 哇 很正常 正常到不 逢一声去回正常的数值 是啊 就算饱肚也只有8 是 所以他会不会 他说会不会 我一个人是这样的情况 是机坏呢 哈哈 我立刻找他太太来 又叫他太太查一下 太太没有血糖的问题 是 太太又很正常 是 即是机坏呢 开心不得了 这个 所以维持到现在 他也练了几个月 是 那现在呢 据说最近 他做完一次的辟谷之后 他的 他的 红血球 或者应该说 血色素 是的 血色素 以前是只有9 9度 现在做完辟谷之后 是9.5度 嗯 哇 又开心了 又有一个进步 是啊 还有他人很精神 他什么都吃得 我想最大的感觉 就是他自己第一身感受到 身体有很多东西在改变 和转变 当然 院长在我们的节目时间里 实际上有很多 我们叫奇难集症 匪尼所思的个案 可以陆续和大家在这个时段里分享 当然也希望大家 打开你的心扉 如果真的想了解自己身体上高的问题 可不可以用另一个方法 去尝试去解决和面对 欢迎大家可以立刻登记一个 免费的健康广座 电话号码就是 2866-1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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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方面就是 9月9日星期六 下午4点半钟 还有就是 14日星期四 晚上7点钟 我们下次再聊 119 我们下次见